孔子之后呢 孟子 往往是孔孟孔孟的说的是吧 要注意孟子可不是孔子的弟子 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的弟子 中间差了分辨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 这是见不着面的 但他们的名望几乎差不多了吧 人们把儒家叫什么 孔孟之招 说明孟子仅次于孔子 外号叫亚胜 亚军就是他 冠军是孔子 那这样的一个人物思想 我们得看看 他的第一个思想叫性善论 我在这写的是性善论 是人正学说的基本的思想 理论基础 什么叫性善 三字经讲 开篇说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苟不叫 性乃迁 教之道 贵专 后边一巴拉巴拉一大堆出去了 小孩开篇头一本就是三字经吧 三字经上来念的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你要知道 从小念下来的东西对你的影响是很深的 同学们看起来也有不少人念过这个 至少前面这几句念过 那我就问你一个 人之初性真的很善吗 你们怀疑过没有 我们一起来看看孟子怎么解释 孟子有解释 他说侧隐之心人皆有之 凶恶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这四心呢对吧 四心对应的是什么呢 侧隐之心就是人 凶恶之心就是义 恭敬之心就是理 是非之心就是智啊 仁义理智 此所谓四端也 后边还特别告诉大家 这四个东西非有外力 说我也 我固有之也 福思而已 孟子这话很铁吧 这样的四心 或者仁义理智 这样的好东西 是你天生就有的 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你内在就有 能问孟子点什么问题吗 我想问这 您老人家是怎么证明的 您调查了多少婴儿 小孩一生下的四心俱足 你张嘴一说一个结论出来了 很容易对吧 我说李鸿章骑自行车上过月球 你得证明他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 正着正不好正 反着正很容易 我只要提出反例来 孟子这学生就悬了吧 侧隐之心 天生就有 在座各位都曾经当过小孩 也可能也见过小孩 哪个新生儿有侧隐之心 夜里两点 饿醒了 想想 我妈怀我不容易 我坚决不哭 我饿死也不 这是老妖 这是 都当过小孩 谁也不会有例外 饿了就哭 不给我喂奶 我吵死你 侧隐之心在哪里呀 在哪里呀 在哪里 凶恶之心 更神了 小孩喜欢光屁流 在座各位还有喜欢的吗 在座各位在裸体房 警察也不答应 你爹妈也不干 对不对 我儿子上幼儿园 回来告诉我 老师说了 小背心小裤柴里面的东西 不可以让外人动 有凶恶之心了 那是哪来的 外界 确实是 幼儿园教的 对不对 可孟子说 非有外说我也 我真不知道 孟子他孩子从小 是不是就穿着 整整齐齐齐出来的 孟子也会有儿子 是吧 要没儿子 现在也麻烦 很多人自称是 孟子的后代 我也不认识孟母 我要认识孟母 我问问他 你儿子小的时候 是不是四心俱足 恭敬之心 是非我就不一意的说了 从方法上来讲 很容易 因为正着说 真的很难 你要想证明四心俱足 你得近乎于调查所有的孩子 或者一个相当大的样本才行 对不对 问题是我们发现 他所说的人意理智 基本都是后天形成的 在英语当中翻译过 他叫做获得性的东西 获得性的 这种东西 咱们要学这个 进华论 你可能会发现 拉马克的进华论里 有一个很要命的东西 就是他认为获得性遗传 这是对的 其实是错的 就是你后天学的本事 是不能通过遗传传下去的 所以达尔文跟他在这方面 是有区别的 我们以后讲到再说 好 后面这我就不再多说了 他提出人正 咱们也别光挑古人的错 看看他的思想的闪光点在哪 人正 孟子是第一个提出人正的这么一个人物 孔子只是提了一个哲学思想 叫人 对吧 而孟子直接把他跟政治结合在一起 比祖师爷说的要明确 什么是人正呢 我们在这写道 反对兼兵战争 减轻赋税 致民之产 尊贤使能 你还可以有很多词写在这吧 简单说就是 你们认为一个好君主 一个好的国家 应该给人民提供的东西 全在人正这 制定这个全民医疗保障提起 让大家都能够看命容报销 这人正吧 多发工资 鼓动内训 人正是吧 每个人都有工作 义务教育 绝对要进行 北京要12年义务教育 这全是人正 这些都可以放到这个 孟子这个学说里面 人正 往下看 孟子在推行他在人正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君士害俗的观点 这观点太吓人了 叫民贵君卿 民为贵 涉及次之 君为卿 老百姓是最贵重的 国家其次 统治者 后边去 你最不重要 让人觉得 中国民主启蒙思想家就是他了吧 孟子是不是已经启发了一个时代 他居然说人民比君主更重要 别着急 先等等 我第一个问题是 孟子在对谁说这番话 对君主 他要是对人民说 你们比统治你们的人更高贵 我不知道翻天不翻天 但是这事恐怕意义就不一样了吧 反过来 我对这有一位君主 对他说 哎 民贵民为贵 涉及次质 你是清的 可别让他们知道 你是不是觉得这事 感觉就不太一样了 那么民贵君卿 是不是民主 不是 那它是什么 有一个词叫民本 民本的思想 这个本字又有意思了 什么意思 会议字 本者 木之根也 根本 对吧 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呀 粉 木 获者 木之 烧也 对吗 这是两棵树是吧 你看到这次造作的规矩来了 在这儿的是根本 在这儿的是树枝 树叶 花啊 果实 你去看树去 你爱看那根吗 到那树里 咔啦 撇就挖 这个根太雄贱了 你万一去看花啊 看叶啊 看果实啊 芬芳啊 多好看 对不对 你赞美的 很少有这土里头的东西 可是我们知道植物的基本规律 没有土里边的 那就没有土外边的呀 根是本的 它负责输送养料 对不对 明本主义的思想是什么 告诉上边这些树印 告诉这些树枝 你们的基本生存条件 由谁来提供 由根本来提供 所以要善待你的根 孟子唱的一首流行歌曲 叫绿叶对根的情谊 你要知道什么是树印对树根的情谊 你要好好爱护你的根 这才对 你把你的根爱护得很好 不要过度的剥夺你的根 你的根才能永远好好的 做你的根啊 孟子想的实际上是帮助统治者怎么永远在上面待着 这就是民本主义 民本主义不是民主主义 有的时候 中国古代也有民主这两个字 但没有现代的这个民主的意思 他不是民做主 他是你是民 我是主 我替你做主 咱俩合称叫民主 这不能不带这么玩的 如果你发现这个问题 我们在赞美孟子的人正说 民贵军青说的时候 也不能不把他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你也别一赞美就没边了 他是世界民主启蒙的思想 这在瞎掰这个 差之十万八千里 但是孟子还是有一个超越孔子的地方 其实他有很多超越 但是这一条是我认为 对孔子学说最好的一个发展 孔孟总是有点发展 才能对得起后人 后代圣贤的这个名号 对吧 孔子对于君臣的关系 他比较在意 孔子那儿啊 臣对于君是要无条件服从的 如果你实在看不下去了 孔子的反抗最激烈的就是走 孔子相信 君不正臣投外国 父不正子奔他乡 我可以走 孔子自己就走了 他在鲁国混不下去了 他带着徒弟走 周游列国去 到别的国家去 到别的国家还是想给人当臣子 就老迈不出去就是了 但是他没有一个反抗的意识 这就是他的反抗 他这反抗太温和了 孟子不这样 孟子主张 走败 这可了不得 因为孔子讲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后人听到孟子的一些说法 是觉得 哎 你这大理不道啊 有人就设套派的 你看这 在历史上 有这么一回子事 齐宣王 问孟子 是汤放节 武王伐咒 有这事吗 历史上有吧 商汤流放了夏节 武王诛杀了商咒 对吧 换了朝代了 对吗 有这事吗 孟子说有啊 马上这齐宣王就问 臣氏齐君可乎 这我问的够厉害了 商汤是不是夏节的臣 周五是不是商咒的臣 他们是不是流放了 杀掉了自己的君主 你们不是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吗 这我们就君不君臣不臣 父父子不子了吗 你们怎么还这么赞美 汤武革命啊 一般人就问着这问死了 嘎嘣就撅这了 孟子是谁 战国大专变伦赛总冠军 这张嘴真厉害 孟子连个磕巴都没打 马上回答 贼人者为之贼 贼义者为之惨 惨贼之人为之义夫啊 缺德的不仁不义的家伙 我们叫他独夫民贼是吧 独夫民贼就为之义夫啊 闻诸一夫咒语 未闻是君 我听说周武王杀了一个东苏民贼 叫做周的 我没听说是君这回事 是不是矫情 明摆着周武王是是君 对不对 他可不敢说是君就对 他说那不是君 那是个坏蛋 周武王出来打坏蛋 是个好人 跟有人打扮的水平差不多 但这话说出来逻辑上不是太通 可是你发现他的观点明确不明确 他的观点是当君不向君的时候 臣怎样 就可以不臣 而且那不叫是君 那叫整万民日水火 那叫替天行道 这就好办多了 这玩意 只要解释全在后人手里 那就干吧 你会发现后边的农民企业老爱差一 姓黄企业 替天行道 老师我是正名天子 我说我这不叫士君 因为谁也担不起士君的这个 恶名来 但是孔子在这一点上比孟子要近了一步 要近了一步 他认为君臣的关系是有条件的中人 君得对臣要好 臣才能对君好 孔孟之间有发展 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很好的一面 你说把孔子孟子追一旷 后世的封建专制君主会比较喜欢谁 孔子 因为孟子稍微有点激进是吧 对不对 孟子这弄不好 他要让你造反的呀 后世人对孔孟都很尊重 孔子当然是特别尊重 孟子的命运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 比如在明朝开国皇帝是朱元璋 朱元璋一上台 看见孟子的东西很生气 是马万一吗 宣布把孟子过护出去 孟子的那个灵牌从宣传词里边撤出 孟子的书回版 不许再传播这个威力行说 法轮功一代 人们信孟子也信了些年头了 人们觉得怎么了 这孟子不是挺好 不行 他那都不对 都不对 士大夫们觉得还是跟皇上说说吧 这孟子也是我们儒家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怎么能说撤就撤了呢 朱元璋也挺给面 后来说那就这么着吧 我公布一个我删结的孟子 孟子的学说呀 不能都流传 因为里边有毒害青少年的东西 我把那个毒害青少年的东西 用绿坝和花季护航软件给你们过滤一下 咔一过滤 出了一个清定版的孟子 朱元璋删了八十多句 孟子那时候删了八十多句 朱元璋小学没毕业 竟然敢删孟子的东西 删完了以后 这本残缺不全的阉割版的孟子 就被明朝人们所信奉 那有的是有恢复过来的了 你要问咱们这话咱们都怎么知道的呀 肯定民间也有恢复 但是朱元璋能管他的太学呀 能管他的官方教育体系呀 对吧 他就怕人们学着 其实朱元璋的人生经历也挺对 你想啊 你玩名贵君卿 朱元璋原来在元朝末年 是不是就那本呢 后来经过努力几十年当上了末了 是吗 原来他是贵 努力了几十年变得轻了 我的人生太没有意义了 那怎么大家都想当轻的 不想当贵的呢 对呀 所以你这不是胡扯吗 他这个要想清楚 孟子受到后世专制统治者的记恨 也就可以理解了吧 能理解这就行了 跟孟子同时代稍晚有一位叫荀子 这人是个异端 这人是个异端 其实也不是异端 也是个大儒啊 而且学问非常大 但他与孟子争锋相对 孟子是人之出性本善 荀子第一句话上里 人之性恶 其善者为也 喝 这嘎嘣脆 人之性恶 天生都是坏小子 没一个好东西 那好的都是装的 那他们家怎么在一个学派啊 对呀 孟子的包容性是很大的 你们看看 最后这俩 殊徒能不能同归 他要同归不了 那就成俩学派了 比如墨家就是从儒家中分出去的吧 那就是同归不了了 殊徒就殊归了 那就成为另外一派 如果将来咱们能证出孟寻 居然能殊徒同归 那咱们就来看看 比如说 主张性恶的时候要礼乐教化 来看荀子讲理不讲理啊 恐怕跟孟子有一拼 人最为天下贵 力不落牛 走不落马 而牛马为用何也 不用翻译了吧 能明白吧 人比牛马要贵是吧 因为人能群比不能群也 听到这儿 荀子讲理吗 他说人比动物强 就是人是群居动物 动物都走单个 蜜蜂呢 蚂蚁呢 狼呢 猴呢 群居动物有的是 是不是 你看他蜜蜂那蜂巢里边 那个等级秩序 非常理啊 大家都很勤劳 非常人 人得理全有 人家也没有那么多内乱 对不对 也没有农民起义 有 有时候偶尔有 大多数情况下 那统治秩序挺好 每年都有 是吗 好吧 每个蜂窝每年都有 是吗 政变的成功几率 怎样 比较低 比较低 人家秩序感还是比较强的 是吧 那么在这种群居的动物里边 我现在要说的是 他认为人能群 动物不能群 这就错了吧 且不说这个人能群 是不是人高贵的理由 但是起码别的动物 我们能举出很多能群的来 对不对 接着看 那人何以能群呢 人为什么能凑一堂活着 约粪 粪何以能行啊 约粹 故粹 粪则和 和则一 一则多粒 多粒则强 强则生物 这推理还一环套一环 咱们解释下来就是 你们这帮人怎么能合成一块待着 各安其分 一个班要有班长 要有副班长 要有学习委员 要有生活委员 要有文艺委员 要有体育委员 要有小组长 要有课代表 要有普通老百姓 各安其分 当你们各安其分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形成一个班 如果每个人都想当班长 都不想当别的 你们就乱了群了 明白吗 什么叫意义呢 为什么能够各安其分呢 因为都秉了一个意 都秉了一个意 大家想想孟子所说什么 什么叫意 这还记得吗 还记得什么叫意 凶恶之心者意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觉得自己现在不是班长 老师没让你当班长 你特别想当班长 你就没凶一扫 你知道吗 你没有凶恶之心 你就不懂得意 就不懂得安分守己 就属于那种不安生的真 这种人 非常危险 好 接着往下看 如果人有了意 有了分 有了群 我们就能够 打败一切动物了 是吗 这是不是 雄子的一个基本理念 通不通 这个理念通不通 我只是把这问题提出来 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想 如何能够实现 义 奉 群 礼 最后能够统治万物 人性可是弱的 咱们一定要注意 群子的这个基本思路 让一帮坏家伙 能够 按照自己的这个 这个地位 各安其分 可不容易吧 如何能做到 礼乐教化 礼乐教化 就可以让他 从坏变好 你拿他跟孟子的笔笔 孟子说 人之出性本善 礼乐教化 巩固其善 对吗 群子说 人之出性本恶 礼乐教化 改变其恶 殊途 同归了 群子是儒家吗 是 算是儒家 但是跟孟子同时代啊 所以他看到的时代背景 跟孔子的时候不一样 跟孟子的时候差不多 孟子能够提出 更为鲜明的 国君统治的人政思想 我们来看看 群子的政治思想什么呀 第三 仁义和王道 这里边学问可大了去了 仁义和王道 群子在举例子 他说 马害鱼 则君子不安鱼 鱼就是车呀 马要 拉车的这马要是惊了 你坐不住了吧 人害症呢 数人害症 则君子不安位 老百姓要是惊了呢 那你这位子就坐不住了 所以 马害鱼则莫若禁之 数人害症 则莫若惠之 这招 你觉得对不对 拉车的马惊了 你想不想让他 安静下来吧 老百姓要造反了 怎么办 给 镇压是一回事 镇压就成法家了 镇压就拿大棒 大棒之外 还有一个胡萝卜 都是一个胡萝卜 谁没造反 给胡萝卜 总有的不争气的 就过去了 对不对 镇压惠之 你看 给他好处 对吧 怎么就会了呢 选贤良 举赌敬 兴孝孝季 收孤寡 不贫穷 举贤良 则有学问 有能力的人 可以获得更高的地位吧 举赌敬 兴孝孝孝 这些都是人与人的关系 收孤寡 补贫穷 什么意思 用现代的术语来说 收孤寡是建立什么 收入所 你应该建立一个叫社会保障体系吧 社会保障体系 咱们用这个比较正式的词来说 用贫穷呢 缩小什么东西 贫富差距 缩小贫富差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再说各位是高中学生了 你们知道不知道 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的状况如何 很大 大到什么程度 要暴动了 要暴动了 有人知道 有一个词叫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专门测贫富分化的 国际上规定 基尼系数在0到1之间 达到0.4为危险临界值 0.4为危险临界值 社会原来公布一个数是0.46 最近好像出了0.48 我不知道最近哪个是真的 因为0.46那我知道是假的 我的一个朋友在社会上 专门干这个的 他告诉我 在公布为0.46的那回 大概是2000几年的时候 初期公布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基尼系数 实际是0.51 我不懂什么叫0.51 我这是很大的 什么意思 它是随时发生农民起义 后来我就明白了 你发现2002年 胡锦涛温家宝这批领导人上台吧 他们连续若干年 以温家宝为核心的政组 连续若干年 实行汇农政策 应该很清楚 每一年都有很强的汇农政策出现 所以农民现在的日子比 五年十年以前要好一些 对不对 举几个最小的例子 比如说农民的医疗保险 原来农民是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得病就是治贫 就是治死 得病就盼着这个赶紧死 现在基本的底层的医疗保险 能够实现一年交十块钱 一般的病都能看 十块钱看一年病 只要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病 我觉得问题还不大吧 这是个好事 比如说五年之内减免农业税 到2007年中国的农业税全免了 比如说真正做到给所有的中小学生 初中和小学生以义务教育 小学生的所有书本费什么都免了 所有的这些钱都免了 学生现在上得起学了 希望工程已经不做小学生了 明白这意思吗 这都是在过去的几年中弄出来的 为什么政府要这么对农民这么好啊 你不管他保证握住自己的位置 他这么做是不是因为农村太穷了 太苦了 太有危险了 对吗 所以我认为他是好的政策 好的政策 但是这就是贫富分化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 好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的一点就是 如果我们的贫富分化太大了 大家在城里生活也是不安定的 那些赤贫状态的人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他们想要报复的第一拨人就是城里人 就是城里人 因为你们比我活得好 对不对 我就得给你们添点恶心 打不过你们的国家暴力机器 我还不能上幼儿园弄死你俩子 我上小学门口同俩孩子去 那玩多好玩 蹭一刀一个蹭一刀一个 对不对 这么一来你会发现 他把这种反社会的倾向 或者叫反人类的倾向 就报复在普通的老百姓身上 对吧 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意识到 我们的国家不能再继续走那种扩大贫富分化的这种道路 好 知道就行了 徐子在王志那篇文章里说了一句特别著名的话 后来被经常引用 你看看在中间这他写道 君者周也 庶人者水也 水则在周 水则复周 什么思想 民本的思想 水拖着周 周压迫着水 但是水如果要是躁动起来 他就可能掀翻这个周吧 这句话是对水说的 还是对周说的 还是对周说的 告诉你 对人民要好一点 否则人民将给你什么色彩 这句话是很危险的 知道就行了 我们把孔子孟子荀子简单的做了一个介绍 大概能了解他们的一些基本思想 对儒家我希望同学们将来再下一点功夫再多看一点 中学必修阶段这点东西是不够的 我所讲的东西是不够的 我们可以简单的点评一下儒家 你会发现如果儒家的这些君子人们啊 比如孔子孟子这些人 他们要是当了执政官 他们当了统治者 按照他的理想状态 他应该推行什么政治 人政 德政 理智 对吧 他们特别强调理 特别强调德 他们容忍不了暴君 容忍不了贪官污吏 对吧 国家可能会很好 国家可能会很好 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 仅靠德制这个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 不能的 够呛 这俩东西不能偏费 对吧 儒家就是全偏到这儿 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 这样就造成一个后果 就是中国人骂人啊 骂人骂得最狠的 不是你违法了 而你缺德 你自己说是不是 不用骂你 你违法了 你说这就没事 违法没法 我晚上在了 怎么着呢 你缺德 你才缺德的 中国人都不愿意缺德 对不对 缺德就是特别狠的骂人的词 你缺了八倍得了你 你损金丧德你 就是这词吧 中国人对德看得太重了 重道 我们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就应该首先是道德楷模 道德君子 是这样吗 你比如说我们的总理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 这么多总理里边最著名 最有人民这个威望就是周总理 对吧 我们一般都不用说周总理 我们说总理就是他 其他都得是什么总理 对不对 周总理好人吧 你要想想 你一说周恩来 一说周总 你能想想哪些词呢 平易尽人 秦尽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连结 全是这些词吧 这些都属于什么范围的词 道德 甚至有人不惜造假呀 有人不惜造假 网上非常盛传的一个故事 说1976年1月8号 总理实施了 联合国降半旗 降半旗以后那些记者 官员就不干了 说为什么给中国的总理降半旗 于是联合国秘书长就跑出来 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他说周恩来有三个特点 第一 没有孩子 第二 没有存款 第三 没有骨灰 你们谁能做到 我也给你们降半旗 是大家鸦雀无声 最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三条是不是都是品德方面的东西 而且你发现特有中国特色 联合国在纽约 联合国有一帮西洋人在那 那提问的人可能也是西方人居多吧 中国人没人会去质问 为什么给我们总理降半旗 肯定西方人不服得多 你跟西方人解释 他没孩子 钝子绝孙 他没钱 倾家荡产 他没骨灰 错骨扬灰 这是世界公认的美德吗 这恰恰是中国人的认为的道德 对吗 如果仅从这个 还不能判断这个故事是假的 你可以上联合国的网站上去找一个东西 叫flagcode 起点 起点是什么 里面明确规定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去世 降半旗 中国人民共和国是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76年是了吧 是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我们是五大国之一 五大国的政府首脑去世 按起点必须降半旗 这说明就不会有人跑来质问 明白的意思吗 就不会有人跑来质问 前两天周去这出现了泥石流 降了半旗了吧 有人质问为什么给他们降 有吗 很少 对不对 汶川的时候 大家都想都觉得应该降 但是没有人有谱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没有为老百姓降过 那个时候可能有人会问 那汶川降了 是不是我们给唐山大地震补降一回 唐山大地震也不白给 死了二十多万人呢 对不对 如果它是一个常规的话 请大家想想 会有人问吗 那这事儿叫纯鞭子 对吗 好 请同学们能够理解这样一个 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 如果我们中国人到现在还是把国家领导人的选拔的这个标准 优先定在德上 我们还没有走出孔子的时代 我不是说德不好 德非常好 德非常必要 领导人要是老缺德也不行 但是它是不是应该成为首要标准 或者是不是应该成为唯一标准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将来在你们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时候 心里边要有这个谱 好 那么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孔子孔门的这个学说 简单的就说到这儿 这个时间已经到这儿 我发给大家的材料里边 还有一些这个没有提到的 同学们可以做一些阅读和补充 好 今天就到这儿